美国私事通,我是罗文 先是12月13号星期二 那我昨天有讲了 朱利安尼接受采访说 哪些人拒绝曝光亨特拜登电脑硬盘的事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个错误主要是司法部长罢的 这个我同意 所以要团结大多数什么的 不要自己攻击自己人 这个原则我是同意的 但是说蓬佩奥没有任何责任的话 我觉得他是有责任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蓬佩奥当时是时任的国务卿 国务卿是主管一国的外交的 而且他是内阁的最高长官 他是非常有话事权的 尤其是亨特的这个案件 他涉及到收受了乌克兰的贿赂 对吧 拜登用军援威胁了乌克兰 让他的检察官在数小时内停止了 对亨特拜登腐败案的一个调查 那同时亨特拜登还从俄罗斯 前莫斯科第一夫人的手上 拿了500万美金 然后那他当然还有 跟中国的大量的购合和交易 从中国的商人特务投资那里 收受了包括赚石在内的大量的贿赂 而且他从中国拿来的投资 也是全是靠他的父亲 前副总统拜登打下的关系 所以这是涉及 庞大的腐败和国安问题的 也就是说拜登的这个腐败交易 涉及到了美国的敌国 以及行贿受贿等等所有的这些把柄 那怎么能跟蓬佩奥没有关系呢 这个是涉及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的 那蓬佩奥是作为美国对外的一个最高的长官的话 这个跟他是直接相关的 那很多人就说 那他怎么能报出来呢 那不是司法部长应该去起诉或者去调查吗 对 司法部长应该做这个事 但是那蓬佩奥一年接受了那么多次的访问 即使司法部长没有作为的话 那他至少可以提及 那拜登作为一个资深的参议员 还有前副总统 他的所作所为 还有他儿子的所作所为的话 这些事情都严重的影响了国家安全 这是蓬佩奥分类的事 所以我个人不太同意撇清蓬佩奥的一个说法 那当然至于蓬佩奥是为了自己明哲把声 还是说因为他有自己的利益 他想竞选阿年二世怎么的 那是另外的话题 那总之这个是为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很愤怒和不安的一个原因 听到蓬佩奥的这个作为 今天一开始还是先来update一下亚利桑那的事 亚利桑那其实今天早上11点 做了一个紧急的开庭 法官彼得汤普森就命令原告凯蒂雷克 还有被告霍布斯 还有包括马县的选举的总监和理事会的成员 到庭做一个紧急的开庭 根据看过了启示书的崔少人的爆料 崔少人就说启示书里就列举了有数十万的选票 是缺失了保管链的 缺失保管链的就应该被视为无效的选票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然后还有就是我昨天提到的 选举日后9号和10号两天突然马线涌进了油 2500张选票不知道从哪里来了 就突然增加的 然后就是机器的问题 他们说的机器的问题在卷中里显示的是 59%的投票中心的机器 要不就是制表机或者是打印机出了状况 那没有办法扫描票子 导致长达四个小时的排队 有上万人被剥夺了选举的权利 因为最终选担关门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没有投上票 那专业的投票机测试人员克雷帕里就作证说 投票机的这些混乱行为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内部的处理不当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听证的结果会怎么样 应该是相当的精彩 我们会继续跟进 前两期视频我有谈到说 亚利桑那的GOP 呼吁RNC的主席 Rola McDaniel辞职 就是下台 然后今天又有德克萨斯的GOP 也呼吁Rola McDaniel下台 那这个罗姆尼的子女建制派的这个人无所作为 让GOP三届的这个选举都失利 所以他必须要引究辞职 我觉得这个是板上钉钉的 就关键是谁来竞选RNC的这个位置 说完了共和党 民主党这边也有一个消息 那我最近有说过民主党其实有一股退党潮 那最近的一个退党就是 亚利桑那的参议员Cinema的退党 他正式的注册为独立党人 那除此以外呢 那CNN也报道了关于Joe Manchin这个最大的摇摆票 那有记者就问他说 Cinema退党了 说你会不会也退党注册为一个独立党人呢 他说那我在看所有的事情 那我总是看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意向做任何的决定 至于我以后会不会做的话 那我会在将来的时候告诉你们 然后曼庆说 我不是一个华盛顿的典型的民主党人 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觉得华盛顿的独立派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要看情况 但是人们越来越多的注册为独立党派 而不是跟任何的政党有牵连 他们厌倦了这样的分党派的行为 所以这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暗示 他对退党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的 他并没有明确的说 我不退党 之所以民主党有一个退党潮 那也是因为民主党现在的这个席位 其实不是很稳固 除了他们失去了众议院以外 参议院的这个51席的话 那去掉了Cinema 那当然Cinema投票 他90%是支持拜登的 即使他注册为独立党人 所以之前也有观众问过这个问题 说民主党只有48个 那有两个是独立人士 为什么把他们算作民主党 很简单 因为他们投票是跟民主党站在一起的 像Bernie Sanders 他是典型的民主党 但是他注册为独立人士 他甚至还在2016年 作为民主党人 猜选了民主党的总统的提名人 但是他却归为独立派 所以这个独立派也是徒有其名的 那但是民主党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 是因为他们的一个节节失利 他们的策略非常的不得美国人的人心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川普的一个好消息 他就是一直在反川普的 这个阿拉巴马的一个地产商 亿万富翁 BPH物业的这个老板 Stampage转向支持了川普 并且这个直接大笔一挥 送了50万美金到川普的这个Superpack 这个就正式宣告 他成为了川普的盟友 那在他捐款的四天之后 他就在他的Facebook上 就po出了他跟川普的合影 然后那他在之前也到马拉拉高 去见了川普总统跟他吃饭 并且跟他有商议国事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因为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 他是反川的 他还甚至还组织了一个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就专门捐款 然后也收集捐款去针对川普 而且出了两个反川的广告 一个是批捕川普说 见墨西哥强的 一个就是讽刺川普说 我们的导弹见卖了 这时候川普引起了 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 所以其实两个都是 针对川普的外交政策的 不过他看了四年川普的执政 然后又看了两年半拜登的执政之后 他现在终于公开的宣布 他支持川普了 他是在中期选举之前 hold的他跟川普的一个合照 那他去马拉拉格的时候 他也说我们谈到了 有即将进行的中期选举 还有包括选举欺诈 2024的选举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尽管左派在打压川普总统 MAGA的团队还在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强大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关于1月6号事件的 那今天1月6号在华盛顿停止 窃选集会的这个组织者 阿里亚利桑拉正式的发了一个声明 他就说 Nancy Pelosi的这个1月6号委员会 收回了他们对他的一个传票 之前在一年前 他们发了一个传票给他 就是要查他的这个手机通话记录 那今天他们收回 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他没有做错什么 那他自己在1月6号委员会之前 也经过了长达8个小时的听证 他说这是我经过的有史以来最长的时间的听证 也是1月6号委员会做的最长的时间的一个听证 然后他也有接受了大陪审团的三个小时的一个询问 大陪审团大家都知道 他是24个人做的陪审团 他说他们没有发现我做错任何事 所以他们在发传票之后的一年后的今天 他们就取消了 收回了对我的通话记录的一个传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消息 那他作为首都华盛顿停止窃选的头 他的通话记录是清白无瑕的 也就证明说 这个群众运动并不是一场暴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转折点 那当然也多亏了我们拿到了国会这个house的控制权 我觉得才可以让更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